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是皇后 皇后居住的宫殿叫做宁安宫 请君寨 出前邻 请君寨 出前邻 好一座皇城啊 自今日起 由燕士君封控皇城 为者 斩暖暖 大厦已清 高抬已赴 也该轮到我这个妖后扶珠了 离己之命 换区区一个张哲 看来我真的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宠出来的自有五来曲 再过两个多月就是我的惯例 届时我就正式向江家提醒 我对您二姑娘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地 今日一见倒是愈发沉稳练的 在下谢威 逞江那人的琴 操扰了 我有一件别的事情想跟父亲说 可是为了江家那丫头 您都知道了 我儿心思整日用在何处 当爹的岂能不知 您且放心 惯例一过 我便去江家为你提亲 此话当真 父亲宁可不能反悔啊 儿子心中只有您您一人 非他不娶 此生不渝 你这臭小子啊 又爬墙头进来的吗 被我逮住了吗 你不要心理了 你堂堂也侯府世子 天天来爬这家墙头 你说这成何体统吗 师傅 还赌 我 主婶 今日定国公薛府 还有清远伯府尤家 同时送来了重阳节赏局的帖子 清远伯府 月儿 入宫贯毒之事 就看今日了 月儿明白 乐阳长公主到 殿下 冒犯了 殿下的疤痕 是二十年前平南王之乱中留下的 燃叛君早已被剿 其余念也是致服蜀窜 我朝天危境险 您的疤痕 本是王朝荣耀 何必一致维持 放 别动 否则我杀了他 不管了 胆大包天 总比死在这儿要好 人都要死了 还惦记无用之物 你这样的人 就不配活着 活着 活着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那时的你活得很真 江轩 你真是个屁 我的宁宁 值得全天下最好的爱 我要见个神剑 我想当皇后 姑娘 您脸色不太好 可是有什么心事 我只是在想 我来找周莹芝 是不是来错了 这四年 我从来没有跟她联系过 她是怎么知道 我有一批矮骂 昨日我去了燕家军营 她马上便直消了 还有 张哲坦和逆党四杀 她统统洞察 和一件太不一样了 府里这院墙 强气了更没气势的 若是叫父亲知道 有人屡教不改 故技重施 怕是又要发一阵牢骚了 说了我的理 可就不能去告诉江大人啊 不认 你看得没错 这江家要入宫半读的人 的确是宁丫头 这江不由不过是一介侍郎 也没什么值得你图谋的呀 你帮着长公主 将这江二姑娘送进宫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看哪 这江二姑娘长得很是不错 她这么千方百计的 要去教人家读书 该不会看上人家了吧 好了 人已到齐 请诸位姑娘将行囊交给宫人 随咱家入宫去 只是有一句话 谢莫想问一问言世子 你当真确定 你所钟情之人 也钟情于你吗 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 你被外衣 你别入堂宫 把自己给弄伤了 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 年龄 我的宁宁有秘密喽 有什么话你便说吧 威阁女儿家还未出嫁呢 就要窜夺这坏人亲贫名誉 毁人终身大事 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 长大怎生得了 这传出去啊 怕是没人敢去 妖姑娘 你说是吧 大人要看着我死吗 张哲 你对我这么好 便不能一直对我这样好吗 江二姑娘 敢问你与那张哲 是什么关系啊 我不过是为张大人 打包不平一番 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 若真有什么 可是又要被你拿来 当作退婚的理由 那他是来的 这个鼎子 ishops 国家 国家 你就是那日在百果寺外的姑娘 毛毛躁躁地干什么 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宁宁 竟然害怕谢先生 您出身金灵谢氏 与燕家毫无关联 这些年在京中 您与燕家看似表面无交 可您又屡次对燕灵照拂 而今周营之出现 先生更是亲自探查 选您斗蛋猜测 冥想掩藏的秘密 与燕家有关 平囊王是逆党 他们狼子野心 他们这么说 分明是为了影响父亲 分明是为了离间燕家和薛家 动摇圣心哪 父亲 二十年前做了亏心事的 不是燕家 是薛家 你来了 我是该叫你谢大人的 还是杜军山 还是杜军山 鲜薇呀 你别忘了 你的命是王爷给的 娘娘 你别走 对不起 张大人是这世间比任何人都好的人 若你决定了 还请一定要善待他 多谢 张哲 对于你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争取呢 那 您二姑娘也有意见 您二姑娘也有意见 唉 奇感 奇感 那您二姑娘可有什么小说的 这是要逼我表态 话秦宇薛家的界限 王兄 这可不像你们臭男人用的东西 我不过是堵了一把 堵了一把 我该信您吗 先生为何只敢信 凡事皆有预谋 却不敢信真有误打误撞呢 我只提醒你一句 不该插手的事情 以后不要插手 艾家听说 在这帮半毒里面 有一个叫江雪宁的姑娘 你甚是喜欢 是哪一个呀 站出来让艾家瞧瞧 臣女江雪宁见过太后 闻昭阁可是谢威 谢威素来爱情 本宫听闻 她那张琴便是她自己亲手所着 名作峨眉 正是 秦道 作有规法 您二姑娘这坐姿倒是挺规范的 先生谬在了 秦道是一把好情 谈一段高山营 让我看看你的执法 高山营 没话弄一可 你谈的时候先按得太紧了 需要再放松一些 小人从龚一城所派职人口中得知 他们做的欲如意之事 是为了嫁祸燕家 有不臣之心 方才那人说的什么公一城 和您又是什么关系 欲如意之事 又有多少与您有关 给燕家招货的 究竟是我 我 还是你 原来这就是传闻中的那位 姜二姑娘 今日可总算是见到了 郡王勿要玩笑 姜二姑娘同我不过玩伴 私底下也就罢了 若胡言乱语传到家父耳中 雷过一顿打骂事情 坏了姜二姑娘亲密这种 言凭郡王年少言语无忌 还忘了 姜二姑娘 我管你 守 昨日在这儿 是我被白毛影响的情绪 本不该对你生气 也不该骂你 您这是在 认错 宁儿 我现在消气了 你这般顽劣的性子 以后谁斗得住 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以后的事 自有以后再说 全身迟早是要走的 但希望是不留遗憾地离开 想要逆转命运 就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逆转命运 朕怎么听说 在半毒之中有一位姜姑娘 正是这姜柏游的女儿 朕还听说 你与这姜姑娘颇为相熟 师生之义吧 没多么相熟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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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 她人 这是在姜姑娘的方形 策动的 姜姑娘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宫中勾结逆党 看来 哀家是整治不了你 那就掌能治女的人来 来人 在 拿着哀家的令牌到刑部去 找个能断案的人来 娘娘 人到了 嗯 臣 行科几事中张哲 拜见太后娘娘 姜儿姑娘 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半毒 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 姚小姐曾因退亲想过诸多手段 不知真假 我知道了 多谢 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 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为何还要追问 退亲 什 什么 我会与姚家退亲 宁儿 你喜欢长者 BONUS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燕林知道吗 我与燕林 sizz是朋友之情 所以玉章 Lucas是男女之情 呀 这手帕好像王兄也有一条 你们俩该不会是 殿下想什么呢 今几日 定国公常常来御书房 言语间似有离间谢少使 和圣上之意 谢威 薛家竟是注意到他了吗 先皇当年便并重驾崩 右帝登基 太后垂帘 福利了薛氏 直到前些年圣上大婚 这才还政 而这些就是咱们能够 用眼睛看到的事实 如今薛家势力遍布 永逸侯府之难 当真无解吗 自古以来摇摆不定之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一气已上了我这艘船 就更应该走到底才是 难不成你现在投靠薛家 还来得及吗 避雨而已 张大人为何不敢面对本宫 是怕本宫吃了你吗 娘娘恕罪 臣乃外臣 不敢冒犯 还请娘娘自重 就算了我了 我真的做他я不定了 你有空间 不吝尔 你有空间 你是不是有空间 我说我 你喔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的钱都是为了帮燕灵 这件事本是该同先生说的 可先生早知侯爷遭刺杀 不也没同我说吗 他说我错了 明明错的是先生自己才是 罢了 我同个小丫头争什么情 看到了吗 什么叫一物相依我 恶人自有恶人魔 剪刀帕子的人心中有你 至今念念不忘 我会让堂儿给他送封信 约他去百果寺 要不要去相见都随你 张大人 这么巧 往日只是张大人善于断案 没想到还会修复古丸 正好 选您对此道有些涉猎 不知是否能帮上大人的忙 因为这块手帕 薛叔把我当成了你 把本该施展在你身上的手段 用在了我身上 我不想再替你背这个黑锅 所以就把你弄来了 总之路是你自己选的 要想坐上王妃之位 就得凭你自己的本事 这都什么命啊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一起跑 现在迷了路出也出不去 又没吃的又没喝的 吃这个吧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点心啊 谁做的 午餐用过了吗 这都什么时辰了 自然用过了 你 又是桃变缸 蜂蜜做的 不太甜 我不爱吃 先生动心人心 无人能出其诱 原来那么早便将我看透了 人都是会变的 谁又能千言看透呢 那先生觉得 从前的我与现在的我 哪个更好 从前现在都是你 都是独一无二的宁儿姑娘 大人 您的东西忘拿了 今日除了陶片糕之外呢 老陶我还准备了四样糕点 当然了 不比大人您亲手做的 不过 也能讨得那位姑娘的欢心吗 什么姑娘 就是剑叔说的 貌若天仙的姜 老陶 先生在上 燕林都带有请先生 为燕林暂观 官者 男子依时也 按谷礼 应由族中长辈 为他加官取字 以对来日辽表期许 上师大人 燕家久在战场 人定耽误 如今 也唯有你了 可我瞧你这把剑 不太行 好看是好看 但不够有气势 吓不死敌人 但你惯离之时 我送你一柄新的 好啊 那我要一把 极为锋利的无翘之剑 随我征战 那就这么说定了 燕大将军 燕为定 一言为定 薛公子 抗旨与否 也不是你一家之业 况且今 燕大 你敢打他 我解刺三万人 可别不是好歹 这世上 没人能在我面前伤他 请谢少师 为我而赐字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 九万里 可苍穹不适容身所 沧海方是新归处 恶难度过 初心莫改 誓自为 回 圣上有旨 永义侯府 勾结逆当 议图叛乱 挑唆军中滑变 今以乱臣贼子论处 把侯府之人 通通捉拿 敢有反抗者 格杀勿论 八蛋燕灵 敢打落圣旨 人家是不是 通通都要造反 负贼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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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 走了 燕灵 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昨日燕后截然而去 国公控制侯府这么久 罪状找不到也就罢了 居然连这么重要的硬性 也能弄丢 燕家既然无罪 定国公却硬要将其缉拿 或许朕这好舅父 真有他自己的私心啊 圣上的意思是 国公有益兵权 不过我看不上的人 那些小门小户出身的 还抢着药呢 虽然未能和我相比 可说不准 人王八对绿豆 瞧得上眼呢 这可是当今天天下 最有力的一支军队 你要是拥有了此物 你 你别说复仇了 你就是想当皇帝 你都当得了 既然肾上有大舍天下之意 不如 将燕氏降罪一等 罪不追九族 只要将燕幕燕铃二人 发配至黄州即可 黄州 或许你有所不知 谢少师他 他身上虽有难以解释之处 可我与他相处下来 他并非那样的恶人 虎之为虎 便是以其凶性天生 不应试改 江姑娘 今日与虎谋皮 他人亦必为虎所示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行程的事物 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至于王爷那边 协尾 放手 本来按照你的计划 借刑不知手 揽下公一城之死 然后再顺势跟着王爷那边 派来营救的人 一路跟到通州的据点 这让我们既可以 除掉王爷的人 又可以顺势在朝廷那边 领受一份功绩 现在如今可好 这张哲在中间横插这么一档子 怕是要坏事 这位谢少师啊 看着与世无障 心思却重得很 城府尾身有些深 不过王爷眼下最操心的 还是通州的要塞之地 对了 王爷还给了我办方信 说是能 要了燕梦的命 我们便寻不到的东西 偏偏跑到他手里面去了 好一个宁儿啊 先是故意拿着交安 到幽黄馆来卖 因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 若非是他同游方营叮嘱过 而游方营那死中的性子 如何能被你问出话呢 还有周迎之的行踪 刀琴剑书的行动 这庄庄剑剑 恐怕 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我舅父说了 能打老虎的都是英雄 殿下和我英才一只 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 我们是君 他是臣 臣为君寺 天经地义 就凭尊备有别 贵贱不得 以张哲的敏锐 你此举无异于隐阵之可 纵使瞒过了冯明雨 待张哲回英之后 你又要受到刑部的盘查 如果张哲一意孤行 那就只能借冯明雨之手 将所有人葬在同州 那你想嫁给谁 可是那刑部的张哲大人 大鹏一日同风起 大鹏一日同风起 独阳之上九万里 我燕灰 归平安归来的 都给我动手 大人 他们并非全是死球 十几从前管不了那么多了 等那些歹人冲进来 死的就是我们 是 杀 是 上 我用这个帮姑娘抒发 今夜朝廷在此殷下又不逆等之急 眼下姑娘出去 只恐会有杀身之祸 等一会儿还请姑娘跟在我身侧 小心行事 若有冒犯 还请见谅 如果刀请 没把人拦下来 我们两个 必须提前去往同州 这怎么行 如今天天气一日比一日冷 倘若去往同州赶上下雪 现在会有危险呢 那冯明雨她还带着火药 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去 那 霓儿已陷入危险 若是张哲出了纰漏 我不去 霓儿的命谁来救你 真不可 是本宫喝过 嘴唇碰过 所以你不敢喝吗 上下增备 君臣有别 娘娘不要开玩笑了 你还怕冒犯 没想到杜君先生 还是如此细致之人 对这位妹妹 还颇有些柔情 放心 我一定会和姑娘周全 等到了下一场 我就想法子助你离开 但是在死之前 就要先委屈姑娘了 任何时候 我都会相信张大人 昨夜经理出了那么倒的乱子 再耽误下去 恐怕会声变故 通州之事事关重大 我绝不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跟我们一起上路 宁可错杀 也绝不能放过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乃是私奔 胡闹 我怕严多毕师就想了个借口堵住他们的嘴 我说错了吗 让他们误会 跟你自己说能是一回事吗 三娘子 圣妹情况如何 还请巨石香港 看江姑娘的样子 像是中毒啊 是 掌浙已经察觉了宁与逆党的牵手 今日 必得趁乱除掉的 咱们这一路上 小心隐蔽 行事谨慎 定国公纵有通天的本事 又是怎么知道咱们在通州的 是 你是说 有内鬼 徐后子 是星无尉的传讯信号 他们也来了 是时候了 送他们上路 是 谢威 别杀他 张大人对宁儿 又有什么心思 此等原因有损江姑娘名记 还请大人问 他是个傻的 所有心思写在面上 旁人看不出也就罢了 你张遮 当真不知 我与江姑娘如何 那也是我们二人之事 谢大人 凭何同我讲这些 就凭我是他的先生 师徒永伦 可羡慕无拘 你 薛元 你该不速速撤兵 交出真正的太子 要不然的话 我就让你也尝尝丧死之头 我的儿子生为大前而生 死也该为大前而死 岳 凝儿你记住了 这个时间上 坏的该杀 蠢的 更不能留 不过你愿别为虔诚 你已经在我身边 倘若还有下次 你再绞入居中破坏我的好事 我先收了你的命 你的命 江尚书托了一遣传信过来 说宁儿的生辰快到了 先生的意思是要给江姑娘欠烧 从前的谢绝安 可不像这种小事还要关心的人哪 身处这种境地 还想着给姑娘过生辰 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但逢良辰 顺总时宜 万般万喜常自在 随随着着 半安宁 我不喜欢带花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 状元粘化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使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粘化的少年郎 这一朵不如赠予大人 权当你也科举了一遭 你可以不原谅我 我只是想要你活下去 张哲 本宫不许你死 定非世子之事 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他是当年三百中魂之中 唯一幸存之人 其重要之处 国公应该知道 只要谢某在一日 我就不允许他出任何问题 你真觉得他是薛定妃 难道不是 我说他是 他就是 看着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以后 你的名字 就叫薛定妃 你 按理说 薛定妃是 定国公的骨肉至亲 满朝文武 不可能有人 比他更希望薛定妃 可以平安归来 可是他今日在朝堂之上的神情 不似欣喜 到似什么 惧怕 正是 朕疑心 薛家有事瞒着朕 而且这件事 绝不会消 通舟之行 你不是说我事事都有成算吗 那是因为我知道 只要有你护在我的左右 我便能高枕无忧 够了 他这么好的人 就不该留下瑕疵 我宁愿他恨我 我也不舍得他去恨自己 真正通想万物 了尽人心 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答案 为什么 我知道 你是真心带大师朋友 所以吕某不敢欺瞒 既然娶了 我吕赵也 今日对天发誓 从今往后 不会再让他受半点欺负 再受半点委屈 身为仁臣 应尽臣子之本分 大愿少师 此心不改 薛丽妃 你竟敢当我义儿 你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外事生的数字 怎么有胆子 这么跟敌长兄说话呢 众人皆知 你的王妃 是薛家那位大姑娘 但在我心里 我早已打定主意 我的王妃 一定是我心仪之人 既然遇上了 跟我回府一趟 正好有话要跟你讲 薛生家中还有急事 改日再去拜回先生 是 王妃那边有来信 不想知道 燕琳 官信中所言 可以知道这信 记过来已有一些时日了 先生如今才给我看 想来方才在宫门外叫住我 本不是为了这桩事 所以先生唤我来此 是想说什么 母亲如此动怒 只怕不是为了我 而是担忧江家的名声 和长姐的婚事 会受我所累吧 你 你 夫人 此事 虽和张大人无关 但通舟之行 宁二位张大人以身挡剑 这一路行来 到底是有几分真心实意的 张大人 当真要销售旁观吗 告老还乡 父亲近些年仕途顺遂 正是一展报复之时 为何突然要辞关还乡 两派相争 燕家落败 薛世善权 圣上对薛家有所忌惮 而咱们江家 既不劫道也不掌兵权 所以这尚书之位 才落到了我的头上 可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薛家才敢以你姐姐的缘故 对你出手 和任夜闯京城 鞭官急报 请见圣上 果然是大跃贼子 前脚派使臣成了国书 提议联姻 后脚便急兵边境 屡屡挑衅 大约 和亲 他会死的 不行 绝对不行 如果可以 我不想生在帝王家 我也想离开皇宫 去寻那海阔天空 是 实事推英雄 英雄造实事 人心向背虽然难料 但若不顺思民辨 旁人邵家山峰点火 心随事走 又有何难 造反啊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此人急功近利 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 而且薛允心思极深 恐怕连太后 也一病瞒了去 既然注定要做妻子 那二叔 自是愿意做这天下 最尊贵之人的妻子 你这是做什么 选您一人无法力挽狂澜 只得贤恩迫于您 只要殿下能留下 你我二人之间 便互不相欠 恩怨两亲 住口 不过要迎回燕后 只需要杀了沈芷衣 挑起两边战乱 不就行了吗 你冒重大风险 为她救公主 但凡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这么多年的布局 可就毁于一旦了 江大姑娘 这是要拒绝赐婚吗 你可要想仔细了 本来你我乃是表姐妹 我自然也对你亲近些 但是最近本公主有句话藏在心里 很想对你讲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 真的很下贱 既然来了 那就再为我画一次落映妆 更好 再来 待得他日燕岭帅大前铁蹄 踏破大月之时 带着折破故土 再来迎我 还与故国 归于故多 她不愿出国 好 我知道 什么都不用说 先回家疗伤 就把你打进去 别了 别了 现在还呼找你 不被伤害了 你不可以 你得不认我的 可不认真的 我一定都不乱了 我不休息了 就怕别了 我把你拴好 我vak免了 对 你说这薛家 真有胆子犯上作乱 习心不正 走上这条路是早晚的事 你这是要鼓度他们造反 还请父亲同意 带长姐成婚后 允许女儿离开京城 回老家去 也好 这通州回来之后 诸实烦扰 你想回去小住一二 也是可以的 不是小住 是离开 你从前不是一直说我玩烈不堪 说我懦弱无能吗 习心又为什么不让我走 因为如今不同了 如何不同 朱砂玉璧 定人生死 娘娘 不怕吗 谢居安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与薛氏背水一战 吕末恳请姑娘 堪顾着 在他发病之时垂死之际 请您出手拉他一把 也唯有您 能拉他这一把 这大月 并不是成心合情 杀了人之后 并没有马上返回王庭 而是徘徊在关外 不肯离去 定是有阴谋 可若是两国交战 那殿下他 必死无疑 先生 小心 快 先生 先生 怎么这么烫 这伤口 什么时候被咬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看你娘亲 她在这里挂了数日 你应该懂得 保护你的母亲栋吗 姑母 我愿带太子殿下前去 臣愿带君 现在想走 怕是问了吧 缓谢天垂帘 竟威尽兴 虽居安 不敢忘 愿舍就信 去救民 弃救神 纵万难家 我不敢恨 本王将你们两个 当成亲子媒影 可是你们呢 就是这么回报本王的 是吗 欲不着不成器 刚才本王是时候 给你们一些教训吗 这是我刚才在路边 瞧见顺手给你摘的 别不开心了 所以 即便没有张大人 也并非是我对吗 那是在宫里 你给我的桃片膏 是你亲手做的 怎么 很稀奇吗 可是 可是那时候我们只是 只是什么 谢大人假意与我和谈 却暗中让燕陵围隆此地 反复无常 我真是个小人 只可惜本王早就料到 至于你 就死在这儿吧 圣上 倘若燕家有谋反之心 挥师难下 在京城威夷 还请圣上先发之人 即刻下旨 定了谢威及燕家 谋反叛国之罪 可惜 我 我 我 你 你还是在意我的 是不是 谢先生 平定大悦 又对燕家有恩 若是皇兄真的降罪下来 以他现在的声势为枉 为了自保 未必 不会起谋逆之心啊 到那时 你又该如何自处 燕雀未知鸿湖 下宠不可与兵 凡俗之辈尽其一生 也不过只求安身而自 还请先生 高抬贵手 来 杀我 杀我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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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宁儿 演个戏吧 演什么 这是谁啊 你 倘若哪一天圣上冰天了 林子王只要即位 那便可确保薛家 立于不败之地 你胡说话要些什么 圣上现在好好的 怎么会出事 若是老臣能够保圣上 一定会有事呢 你们的名 全在本王的掌控之中 生 死 全有我 你 陆军 证明给我看 你的忠心 没想到 我就培养出了一只凡尸的猛 但你还是太吃了那些 就算你今天 交性逃出这里 在镜中等着你的 是无尽的炼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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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剿灭平南王的战暴已经递交 朝廷 离世半会儿还不会动燕家军 但这毕竟不是成久之计 是造谣毁精的 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你 会反吗 周大人 您这是 吕夫人 周某得罪了 你们没有理由抓我 放开我 夫人 将军 圣上特使张周大人到了 该来的总会来 那边看看究竟有何剩意 是 过往种种因我旧日执念而起 终是我亏欠张大人 雪宁定当尽力弥补偿还 可唯独秦之一事 无可回头 你如今 秦之所向 可是歇少时 是 我主意于他 江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江雪宁 你是我的 回去吧 先回京 雨薛氏的战局已经开始 但是 我倒要看看 谁死 谁活 燕家军都在城外 未必能及时持援 你还是得带一件防身的东西 我不想你有事 你就这么想还给我 太后已经默许 不会插手我们的计划 在谢威燕灵入宫之前 务必在宫中设好埋伏 我定国公府的成败 就再次一举 顾青 他们还在太极殿等着议事 先见过了谢威 问清楚了 朕才安心 是 圣上 圣上 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谋害圣上发动兵变的人 只会是燕家 而我薛家 乃是秦王救驾而来的忠臣 来人 将这帮乱臣贼子抓起来 若敢反抗 杀了便是 是 这种时候我谁也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方爷 方爷 别想走 你们 必须都死在这里 来人哪 把他们 都给我杀了 杀 杀 公公 我们终继了 臣选择现在与圣上相认 是希望圣上 别再因为忌惮燕家 而任薛氏正确 薛氏 是国之毒瘤 不得不处 薛氏 也是你的家族 你为何一定要去帮那个沈郎呢 当年太后用你母亲的性命 逼你出去 就是为了她 就是因为所谓的 贵贱尊卫 臣卫君死 你就不恨吗 骨血轻圆 生养之恩 今日 我就真真正正 全部还给你 你 杀卫